出名到上了某一个时段的澳洲的石块的现金的封面 那确实是很出名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建筑 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海德公园的喷泉 然后以及哥特市的圣玛丽大礁堂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这个军营它是一个砖房 它是有砖建的 这种红砖其实在澳洲本地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材质 然后它的设计风格也更具有近现代的风格 而不是像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古典式的风格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大的钟 它意思是不是要求军人们准点到 可能是啊 在历史变迁当中这里是营房造壁厂 然后医院 然后变成了今天的博物馆 这一切都是历史赋予它的 才能成为今天的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啊 对 也是有当年的那种气息 所有的建筑来说虽然不是很精美 但是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沉淀在里面